志工透过投影片一一的介绍如何在生活中珍惜资源爱护环境 认识环保相关标志及如何节约能源等 让长辈更深入了解保护珍惜资源的重要性 引导长辈能够从生活中的小事着手 将保护环境的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 为了吸引社区长辈关注环境保护议题 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响应环境保护 草屯镇复兴社区办理环境教育宣导 除了自备可重复清洗的餐具 尤其是外出购物时 制备重复与少用三妙招减少使用塑胶袋 期待改变长辈用过及丢的生活习惯 长辈他们出去的话 其实都会想要跟那个店家拿那个塑胶袋 所以借由这个宣导的部分的话 会跟长辈说其实这些塑胶袋或者是吸管 保特品没有做资源分类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的环境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样子 会借由这些宣导 让他们知道这些知识的部分 那借由说去买东西的话 知道可能这些塑胶袋的话可以减量 也可以减少垃圾 先员蔡明轩表示 地球暖化 气候异常 栓雨及水污染等 地球生病了 期望透过社区用新的宣导及推广 增进长者的环境知识 培养珍惜资源的习惯 也为环境的永续尽奋心力 现在环保议题越来越重要 我们复兴社区也借由我们的据点 然后把我们的环保的一个宣导 导入我们的据点里面 让我们这些长者可以学习到 珍惜手边的资源的一个重要性 然后还可以回家告诉他们的后备 可以让他们知道一起来做环保 珍惜我们现有的资源 随着全球暖化日益严重 环保议题已是全人类审视的重要课题 减缓地球资源的耗尽 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 爱地球就从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做起 记者洪一轮 草屯正采访报道